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 粤语版 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几则精彩的新闻 首先 演员Denim Richards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他在Yellowstone 中国式Coby Mayfield去世的感慨 粉丝们也纷纷怀念他的精彩表现 这一意外的情节让人不禁思考牛仔生活的危险性 接着 我们来看看Sophia Laurent的孙女Lucie Sophia Panty 她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上经验四座 穿着Giorgio Armani的裙子 展现了她对时尚的独特理解 并且与祖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家族的温暖和传承 最后 Ashley Simpson为她的儿子Browns庆祝16岁生日 分享了许多她成长的回忆 Browns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家庭的关心 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导 Denum Richards在Yellowstone 中饰演的角色Coby Mayfield 最近因为剧情需要而意外去世 令粉丝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 Richards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角色的感激之情 并透露她是在一次回程的途中 接到角色被删除的通知 她回忆起与制作人Christina Voros的谈话 感受到她的温暖和专业 未来Richards计划进军电影界 将担任The Forgotten Ones的编剧和导演 并期待能够分享这个历史题材的作品 同样来自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ophia Lauren的孙女Lucie Sophia Panty 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她穿着Giorgio Armani的裙子 展现出优雅的气质 Lucie提到 她的祖母教会了她简约与独特性的价值 并强调了服装背后的故事 Lucie的父母都是知名人士 父亲是意大利导演Edwardo Panty 母亲是美国女演员Sasa Alexander 她目前在布朗大学学习英语和艺术史 并曾是一名竞技舞者 生活中充满了艺术与创意的影响 此外 Ashley Simpson和Pete Wins的儿子 Browns最近庆祝了她16岁的生日 Simpson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对Browns的祝福 展现了她与父母的亲密关系 虽然父母在Browns年幼时分开 但她与父母的关系依然良好 并在多个公开活动中出现 Browns对音乐的热爱也显而易见 她不仅会弹吉他和钢琴 还经常为母亲推荐音乐 作为哥哥 Browns对她的四位二父兄弟 这妹也展现了关外 经常和家人共度时光 显示出她是一位善良的哥哥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大学于博弗林开设的新社区药房 指在优化药制师在支持基层医疗中的角色 并提供免费药物咨询服务及负担得起的药物 这家药房于11月11日启用 位于靠近玛丽医院的校内大楼 为公众提供处方及小病治疗服务 药制师现往教授指出 这个服务能够帮助减少因药物副作用 或用药不当而导致的住院情况 尤其对于需长期服用多种药物的慢性病患者来说 社区药制师可以提供重要的用药指导和支持 药房的服务模式与市场上其他药房不同 强调教学和研究 并计划与全港药房分享经验 用户Virgineto表示 这项服务对他照顾85岁母亲的过程中 提供了可靠的专业资讯 让他对母亲的健康问题感到更安心 RFI报道 12月1日 首批16只环美猩猩抵达马达加斯加的安塔那那利佛机场 标志着一项重大的行动开始 只在将被非法捕获和走私出境的动物带回家园 环境部长Max Fontaine在机场目睹星星门被卸下时 感概慢分 调查人员相信 这些动物最初是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 用小型非法船只捕获的 然后转移到大型船只运往泰国 这是一个已知的野生动物走私中心 该行动涉及的动物 还包括只有在马达加斯加出现的辐射柜 因为砍伐森林和走私 这些动物的数量在过去三十年内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 目前 等待遣犯的动物在重重保安下将被运送到岛南部 最终重新引入自然棲息地 这一案件涉及的有组织犯罪网络 以导致约50只规和一只猩猩因酬禁条件不佳而死亡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将于明年推出A MoneySafe计划 帮助香港市民保护其银行账户免受诈骗 此计划允许用户锁定其银行账户的全部或部分余额 转移锁定资金时需额外验证程序 增加了安全措施 HKMA副首席执行官Arthur Young表示 这项措施旨在赋予客户更多选择来保护自己 由于诈骗案件的损失在今年前8个月增长了38.6% 这项新措施的推出显得犹为重要 20加零售银行及8加数字银行将分阶段推出该计划 预计到明年年底全面实施 此外 HKMA还计划加强对银行业的诈骗警暴 并在年底前将网上信用卡交易的验证方式 改为紧通过银行的移动应用程序进行 以提高安全性 南华早报报导 电影《武士的黄昏》、《围城》 展览为香港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让他们了解这个城市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展览的起点是在香港国际机场 让旅客体验电影中重现的九龙城寨的迷人世界 接下来将于2024年12月转移到九龙的阿萨购物中心 展览中的实景展品让人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的九龙城寨 观众可以沉浸于当时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 这次展览模仪是香港文化的一次成现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报导 刘青雲在新片 《爸爸》中饰演一位情感复杂的父亲 这部影片灵感来自 《2010年在香港发生的一宗悲剧性案件》 刘青雲的角色是一位情感受创的父亲 他面对自己唯一全活的孩子 却是造成家人死亡的兇手 导演杨子光希望透过简单的家庭对话 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 刘青雲的表现被赞誉为真至且感人 尤其是在描绘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微妙情感上 影片中的非线性序视手法和春天盛开的棉树花 也为故事增添了情感的深度 让观众感受到过去的美好如失落 同样是《南华早报》的消息 原定于2025年3月在香港举办的 摄影艺术博览会被取消 主办方缺要表示 因为物流问题无法如期举行 尽管这个博览会在香港的艺术市场中 被视为一个信心的象征 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香港的艺术市场面临挑战 最近的拍卖中有大量作品未能成交 许多艺术从业者对于博览会的取消表示失望 但仍对未来的摄影博览会抱有希望 认为随着市场的稳定增长 香港中将仍来属于自己的摄影艺术成回 《南华早报》报导 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的快速增长后 急需加大对新一代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包括储能、氢气和可持续航空燃料 在上海举行的彭博新能源财富峰会上 业内高层指出 虽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方面 已有巨额资金投入 助力期提前达到2030年减排目标 但这也导致供应链饱和 压缩了公司利润 并加剧了国际贸易紧张 香港中华煤气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陈英龙表示 企业需要将资金从成熟技术 转向仍需扩张和降低成本的领域 并强调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需求 激待满足 《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导中 著名摄影师范浩的最后一本书 《香港肖像》 让人重温20世纪中业的香港 他的作品展现了 《香港的街道和海港风光》 从繁忙的街道到宁静的海湾 这些未曾曝光的影像 提供了一次怀旧的旅程 这些作品以几十风格呈现 相较于范浩以往的风格化街景 更具真实感 并在他去世后 游家人和蓝莲花画廊的创办人 共同策划 让人更加珍惜这段历史的记忆 再者 《南华早报》报导了香港寿司 连锁品牌Tagosus的最后一间分店 超然关闭的消息 这一事件标志着创始人 去世后品牌的终结 据悉 该品牌在过去十年内 一直面临困难 最终无法承受压力而关闭 行业内人士表示 创始人郑伟 却在2017年被诊断出疑似癌后 逐渐淡出业务 随着他的去世 没有其他人能够接手 这一品牌曾在全港拥有近30家分店 以其独特的美食吸引了不小食客 但在疫情影响和法律9分的重压下 最终走向了结束 南话早报报道 作者在山东省的石岛港口徘徊 准备搭乘一手即将出发的 渡轮前往南韩 尽管港口环境颇为阴屈 作者却被海上旅行的魅力所吸引 想要体验这种无地之地的感觉 经过一番努力 他终于在石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航班 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火车旅程 来到这个小镇 登船后 他发现船上乘客不多 服务设施简陋 然而这一切却让他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宁静 随着船只启航 他在宁静的海面上 思考着人生和哲学 最终顺利抵达南韩 这段旅程成为他心中难忘的回忆 同样来自南话早报 报道提到晚豪国际旗下的Renaissance Hotels 推出了一个名为Affiance的数字市场 旨在推广当地艺术家和商家所制作的独特纪念品 这个平台不收取任何佣金 重点是展示各地社区的创意 报道中提到 在曼谷的Renaissance手店举办的全球探索日月庆祝活动中 当地商家展示了他们的产品 包括用环保材料制作的包包和家居装饰品 这些商品不仅反映了当地文化 还支持了当地经济 报道中还介绍了几个品牌的故事 像是Minsworth & Pencraft 这些品牌的创始人都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理念 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让他们能够带走真正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 在南话早报的另一篇报道中 作者分享了Fantasy Premier League的最新建议 特别是针对第14周的最佳中场和防守球员 随着英超赛季的进展 许多球迷面临着时间紧逼的挑战 作者回顾了上周的表现 并强调了几位球员的出色表现 特别是切以西的球员和阿森纳的萨卡 报道中提到 萨卡、帕尔密和萨拉克士本周必选的中场选手 并且提供了其他便宜的前锋选择 帮助管理者在预算内组建强大的阵容 作者还分析了防守球员的潜力 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球员 帮助读者在这个快节奏的赛季中提高自己的排名 南话早报报道 香港监察专员陈志祺在首次举行的国际监察专员封会上表示 香港将加强国际合作及使用调解来处理对政府的投诉 他提到跨境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并计划与来自全球的八个监察机构签处合作备忘录 以促进国际合作 陈志祺提出三个新策略 包括增加调解的使用 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以解决公众面对的复杂问题 以及培养对投诉的正面文化 他强调通过调解解决小型或无行政不当的投诉 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投诉人和政府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 从而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路透社报道 墨西哥在近外外包趋势中获益良多 去年期对美国的商品出口达到4750亿美元 超越中国 然而 随着特朗普再次参选 并承诺对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关税 这一进步可能会受到威胁 新总统克努迪亚 借因爆武的政府似乎对此时相对冷静的态度 并强调与特朗普的友好通话 尽管历史上特朗普的言辞可能只是虚张声势 但这次的情况却显示出墨西哥的贸易仍于不断上升 这使得墨西哥成为更加明显的目标 随着特朗普的内角选择显示出更加强硬的立场 墨西哥的贸易地位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对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计划被法院推翻的裁决 对香港的整体住房供应不会有重大影响 他指出 该计划原本是由前政府提出 并强调政府仍然致力于在未来10年内建设 30万800户房屋的长期目标仍然在轨 他提到 政府已经确保足够的土地来建设超过30万800户的单位 并且正在考虑是否对高等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 李家超强调 这一单一地点的变更 不会对香港的整体住房供应造成巨大影响 并表示政府会进行全面评估和公众咨询 南华早报报道 前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在其国安法审讯中 对自己过去在外媒的言论作出澄清 他面对两项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名和一项 煽动出版物的罪名 坚持无罪 黎智英在法庭上解释 他曾呼吁美国及中央情报局支持香港抗议活动 强调者指示希望获得外界的支持 并非外国干预 他在《纽约时报》 赞文时提到 撤回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建议需谨慎考虑 因为者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进而影响其对中国的价值 他也对自己在《华尔街日报》 上提到的《中国崩溃》一说进行澄清 清者指示预测并非具体计划 《日经亚洲》报道 新加坡的Batch Coffee计划于明年进军日本市场 因应日本旅游业的蓬布发展 Batch Coffee以其奢华的店面和标志性的橙色包装而文明 并在新加坡的多个知名地点设有分店 该品牌的首席执行官布蝶表示 计划在东京的高端银座区开设旗舰店 并在未来3至5年内在日本扩展至40家店铺 Batch Coffee的目标是成为全球主要城市的存在 并计划在巴黎的乡借丽舍大道开设首家欧洲店 布蝶强调,品牌希望将咖啡的标准提升 至日本市场尚未达到的水平 同时,Batch Coffee去年实现了220万新加坡元的利润 并希望在今年翻倍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Grey, Dragon Ball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strong, mighty force 新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deck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fire every day great dragon roar, change the course marching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for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s strengthe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mee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populations include countries come 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